大家好 欢迎收看时事金扫描 我是金燃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支持我们点赞留言并且转发推荐 如果您愿意在资金上直接支持我们 就更加感谢了 俄乌战争中 乌军最近是分别在克里米亚乌东前线 和俄罗斯本土是四处出击 让人很直观地看到了 乌克兰是已经撑过了前一阶段 被俄军压着打的战略退守的困境 在西方军援陆续到位之后 或者换句话说 在枪炮弹药充足之后 是全线反手围攻 应该说 俄军已经丧失掉了这次难得的战略突破的机会 6月10日凌晨 乌军再次对俄罗斯占领的 克里米亚的三处俄军基地进行了强力打击 这次呢 乌军是首次结合了美国的陆军战术导弹 无人机和无人艇进行海空联合打击 乌克兰方面的报告称 乌军至少发射了10枚美制的 也就是所说的陆军战术导弹来打击克里米亚的防空系统 而俄军防空系统居然是没有拦截住任何一枚陆军战术导弹 而乌军的打击造成了俄军部署的一套最先进的S-400系统 和两套S-300系统以及四部雷达全部被摧毁 经过这一轮打击之后呢 就在当天居然传出了什么呢 驻扎在克里米亚的俄罗斯空军和防空部队的官兵啊 已经被上级命令 马上从克里米亚撤离他们的家属 全部疏散到俄罗斯本土的南部军区 这说明了什么呢 说明俄军高层已经彻底明白了 自己吹嘘的所谓S-400、S-300防空系统 完全保护不了自己的家人 有分析指出 本来俄罗斯是早准备好俄乌战争开始之后 乌军就有可能会攻击克里米亚 特别是克里米亚大桥 所以在大桥的周围是布满了各种各样的防空系统 同时在各地设置防空阵地 让黑海舰队和大量的陆军严阵以待 就等着迎战大量乌军的进攻 但是乌军完全不配合 只是用攻击无人机和无人艇 打掉了俄军黑海舰队一半的军舰 然后又用西方援助的导弹 是挨个地拔除俄军四周的防空基地 但就是不上陆军进攻 甚至有意没有集中力量猛攻那个克里米亚大桥 这就让克里米亚的俄军像是头愤怒的狮子 已经被打掉的缺胳膊少腿还掉了牙 却像是面对空气咬不到任何对手 如今又发现自己赖以生存的防御盔甲 也就是防空导弹系统 面对西方的先进导弹是完全不中用 但又不能从克里米亚撤退 也就只好先让部队家属们先撤了 甚至同时还把部分的防空系统 从克里米亚也转移到了俄罗斯境内的 比尔哥罗德地区 俄军家属撤离有多狼狈还无从知晓 4月11号 俄罗斯国防部就宣布说 有一架从克里米亚撤离 飞往俄罗斯境内的苏34战斗机 它是一种战斗轰炸机 在撤离中不慎坠落 而且飞行员也没能跳伞逃生 其实对俄罗斯来说 这场战争除了损失了大量军人之外 在实打实的战争中 那些曾被吹得天花乱坠的俄军武器 也纷纷露馅 最近中东各国是纷纷放弃了 之前有意向购买的俄制S-400防空系统 但万万没想到的是 这些国家居然转而购买韩国的导弹 6月2号 伊拉克就宣布花费25.6亿美元 去采购8套韩国的叫KM SAM Black 2型中程防空系统 甚至连财大气粗的沙特阿拉伯 去年底也买了10套这个系统 美国航空协会期刊近期发表文章 模拟评测了说如果俄罗斯最先进的防空导弹 S-400系统和美军最先进的主力战机F-22和F-35相遇的话 如果对阵 那会出现什么结果呢 最后呢 得出了一好一坏两个结论 坏消息是什么 是说S-400的雷达确实能够探测到F-22和F-35 好消息是什么呢 S-400探测到F-22和F-35的时候 早已经是在F-22和F-35导弹攻击的距离之内的 而且雷达探测反应的时间呢 还比攻击导弹到达的时间要长 换句话说就是S-400如果碰到了美军的F-22和F-35战机 还没来得及惊呼 发现目标了 F-22和F-35的导弹就已经到了 这可让花费了900亿高价 买了6套S-400的中共解放军 可如何是好呢 德国曾承诺向乌克兰提供第三套爱国者防空系统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是11号抵达的德国柏林 虽然目的是为了参加在德国举行的乌克兰重建会议 但泽连斯基的心思你可以看到明显更偏重在军援上 当天泽连斯基就急不可待的去亲自验收德国援助的这套爱国者系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泽连斯基不断的在强调乌克兰需要防空武器 可见制空权对乌军的重要性 在乌东主要战场上 乌军又开始大量使用美制刺针等单兵导弹来打击俄军战机 6月11号 乌军公布了一段影片 是第110机械化步兵旅使用便携式的防空导弹 成功击落了一架俄军号称是空中坦克的苏-25攻击机 5月份以来 乌克兰士兵在前线就已经击落了不下8架苏-25攻击机 随着俄军和乌军在前线战场的气势此消彼长 最近顿涅兹克附近的阿弗迪福卡战场 罕见的出现了乌军的精锐部队 也就是乌克兰的第47机械旅的两架战斗直升机 在前线上空盘旋打击俄军地面目标的情况 场面非常震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除了在克里米亚和乌东前线的攻击外 其实外界最关注的还是乌军近期对俄罗斯本土的突袭 6月10号 乌军再创一项新记录 首次使用战斗机攻击俄国境内的军事目标 据报道 这次乌军战机攻击的目标 是位于俄国境内的别尔哥罗德地区的一处弹药库 炸毁了大约5000枚的各式各样的地雷 其中包括针对装甲车和军事人员的地雷 还有BTR-82装甲车以及很多的军用卡车 弹药库爆炸的时候是引发了熊熊大火 虽然大量武器弹药被炸毁 但真正让普京心痛的 是他曾经高度赞扬的世界最好的战斗机的苏-57 近日居然被乌克兰的攻击无人机击毁机伤各一架 6月9号 俄军最顶级的第五代战斗机叫苏-57战机 被乌军的无人机给摧毁了 卫星拍摄到了位于阿斯特拉罕地区的一个军用机场的照片 可以看到一架被摧毁的苏-57 在这里 它的残骸 而且这个机场是远离俄乌前线将近600公里 有专家比喻说苏-57战机在俄军中的地位 类似于美军的F-22战机的地位 要知道 俄罗斯至今只剩下了总共6架可以升空作战的苏-57战斗机 这回倒好 苏-57是从没有在空中被击落过 这次却在地面上被乌克兰击毁一架 击伤一架 据媒体透露消息 苏-57被摧毁的消息传输后 普京十分震怒 克林姆林宫里面据说是一片肃杀气氛 普京身边的人个个都小心翼翼 生怕碰了普京的眉头 当众多美国人正在关注在大洋彼岸的俄乌战争时 谁也没有想到搭载着俄罗斯最先进导弹的军舰和核潜艇 已经来到了美国的附近 近到离佛罗里达州只有26.4海里 6月11号 俄军的格尔什科夫海军上将号护卫舰 以及另外一艘喀山号核潜艇 驶进了美国的东海岸 他们名义上是在6月12号到17号访问古巴在哈瓦那停泊 古巴政府对外表示说他保证俄军不会携带核武器 也不会对该地区构成威胁 但是这两个国家如今真的有什么信誉吗 要知道古巴就在美国的东南部90海里处 有多近呢 近到了我曾去过美国的这个大陆的最南端 叫做Key West 在这里 最南端 这里边有一个大倍数的望远镜 可以用那个望远镜清晰的直接看到古巴 而俄军在经过美国东海岸的时候 最近的地方大概在这里 从这里过来 最近的地方离美国佛州的迈阿密 大概只有26.4海里 最被美国人关注的其实是这艘护卫舰上 有俄军最先进的叫告石高超音速导弹 不过呢也有不以为意的美国人开玩笑说说 为了躲乌克兰的无人机和无人艇需要跑这么 老远吗这下他们算是安全了 乌军这回完全打不到他们了 也不怪大多数美国人根本不去关心 有俄军的战舰和潜艇到了美国进处 因为美国自己各种大新闻是不断 先是首次有川普这样的美国前总统被定罪 那这还没过几天啊 又出了一个美国历史上的第一家庭的首例 也就是美国现任总统拜登的儿子又被定罪了 6月11日拜登儿子亨特拜登涉嫌非法拥枪案审判 特拉华州的威明顿联邦法院的12名陪审团成员 在三个小时的审议之后呢 裁定亨特拜登三项罪名全部成立 这三项罪名呢分别是 其一向联邦持枪许可商撒谎 第二呢是在填写申请表的时候 谎称自己不是吸毒者 第三是非法持有枪支长达11天 三项罪名同时成立啊 就意味着亨特拜登可能面临最高25年的刑期 第一夫人吉尔拜登也去了法院 最后呢是和亨特还有他的妻子一同离开的 但这三个人没有对媒体发表任何的评论 不过总统拜登倒是发表了一个声明 他表示说接受这个案件的结果 尊重司法程序 并且表示作为总统他不会试图去赦免他的儿子 但同时他也会支持他的儿子亨特拜登上诉 不过火上浇油的是在判决宣判之后呢 川普发表了一个声明表示这场审判只是为了分散人们对拜登和其家族犯下的另一项真正罪行的注意力 川普嘴中所说的真正罪行是指拜登家族还被控呢 从中共俄罗斯和乌克兰同时曾获得过数千万美元的贿赂 有意思的是亨特拜登和川普在被判罪之后呢 都认为自己是政治牺牲品 而这两人啊也都面临着其他的法律纠纷 像亨特拜登将于9月份在加州接受另一项审判 罪名是未交纳140万美元的税款 好了 这一次的时事金扫描我们就先聊到这儿 我们需要您的支持啊 点赞留言都是在帮我们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呢 就请转发给您的亲朋好友 当然别忘了首先订阅我们的频道啊 下期节目时间再会